這是最後 好 那我們這個專案呢 之前已經在這邊報告過一次 我們是FABDOW的綠沙發小組 那上次談的是公益專案 怎麼到區塊鏈世界拉贊助 那上次報告的時候呢 我們那時候已經在 就是區塊鏈世界募到了 1370元的美金 那贊助了一些公益專案 那我們把那些錢已經都花出去了 花出去之後呢 那因為幫助了公益團體做了好事情 那其他國際上知道 我們在做這些事情呢 又繼續像今天這樣的小額募資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有 比上次多一點的經費了 那之前呢 我們幫助了幾個專案 就是現在的藍制的這些專案 那現在我們幫到的專案呢 已經有17個 那上次幫到的 比如說驗學者引入協會 它是幫忙就是 有社福的身份的孩子們 那他們可能對學校覺得不適應 那我們就幫忙他們自學 以及找資源給他們 那另外像區塊室 它是一個很棒的介紹區塊鏈的媒體 而且它比較重視公益 以及重視公共性 而不像那個重視這個 那個 幣價的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17個專案 也會繼續做下去 錢從哪裡來呢 我們之前從那個Gitcoin Grants 就是一個網路上 區塊鏈的這個募資平台 那募資的方式呢 大家今天如果有做過 那個平方投票法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但方式有點改變 今天我們是用點數 那在網路區塊鏈的世界裡呢 大家是用小額的捐款 就你捐一塊美金 就等於一點 那你捐100塊 大概就是你會被開根號 就是它給你10點 所以最好的方式當然是你用1塊錢捐100個專案 會比較划算 你會換回來100塊 那你用就是100塊錢投給一個專案 你只會換回資金池裡面再多給你10塊錢 那這樣的鼓勵方式是希望大家可以有在資助各種專案的時候有更多的多樣性 好 那這個Geekon Grant它是每三個月就辦一次 那參與的方式呢 你可能要開通一個加密貨幣錢包 然後而且它會認證你不是機器人 因為你也可能開100個錢包 每個捐一塊錢 所以它會有點認證 然後用眾人的小額捐款 我們就可以引到說資金池裡面 它確認說 這個專案受到最多人的重視 那我們拿到這些錢之後呢 我們就會在台灣這個地方就是一樣 我們把這些資金一樣用類似的方式分配給 有在照顧台灣各種本土實踐的團體 那我們透過的網路是這個綠藥網網路 它是GreenPill 它是一個也是一樣關注這個鏈上公益的團體 那我們是誰呢 我們是FABDOW裡面的綠沙發小組 FABDOW是一個福爾摩沙藝術銀行 就以前他們做一些跟台灣有關的NFT 像百越 就各種山的NFT 然後因此這樣有了一筆資金 那綠沙發小組就是我們FABDOW裡面有個叫行動客廳的單位 那客廳裡要有沙發嘛 那我們就是綠沙發 邀請客人來坐 那在這邊也歡迎各位 如果有興趣你覺得這事情好像做起來還滿好玩的話 歡迎你來跟我們一起玩 下一步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本來就是打算繼續做這樣的行動 就是對外的行動我們還會繼續參與國際募資 然後募得的資源還是一樣用FABDOW的這種公益的方式 以及像今天做的平方那個投票法的方式 與在地團體聯繫 然後這種方式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如果一個團體它實質上幫到了很多人 那很多人捐一塊錢就是像各位捐的這樣一點 用一點的方式它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資源分配 那對內的合作呢 我們還是會繼續找各種募資輪 但現在WEB3的發展呢 就是他們可能會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來申請 他可能說這一輪我們就專門贊助跟教育有關的 下一輪我們要贊助的是跟基礎建設有關的 所以我們只要找到有適合的那個輪次 我們就會幫忙協助他們相關的公益團體可以前往申請 那我們當然很希望有朝一日G0V大松 能不能去跟國際募到一些資金呢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這樣的事 那如何參與這個整個世界呢 我們沒有slag頻道 所以請你如果想要一起來玩的話 可以在臉書上搜尋FABDOW 裡面有一個discord的連結 那加入之後呢 可以參與綠沙發小組的討論 我們每週線上的會議時間 是在週一6點到6點半 我們盡量都在半小時內結束 好 以上就是簡單的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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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再請Callfet 下個部分